美国联储局启动缩表。金融市场反应未算大。资金仍在绿色能源相关板块之间轮动。中习安税科03899是内地储能设备的领先企业。 近期亦积极发展轻能的储能业务。而贵度业绩增长不逐。今年股价已大幅跑赢大市。短线有望进一步挑战全年高位。日前,中习安税科公布。旗下石家装安税科气体机械承制的首批出口欧洲30兆帕、MPA、船用氢燃料储运气瓶。 已成功交付。相信该款产品应用于氢燃料在船舶领域。具有广阔的市场应用前景。受益于行业需求旺盛以及疫情在全球范围逐步得到控制。 中习安税科今年第三季新签订单。按年升34%至47.13亿元人民币、下同。 收益按年升41%至49亿元。首三季计。收益为128亿元。按年升46%。新签订单录得139亿元。按年升44.9%。 整体上,营运表现不足。增长强劲。教市场预期好。预期亚洲液化天然气价格在冬季后将大幅回落。 中习安税科在2022年度清洁能源业务新订单将恢复增长。 而由于现存订单组合改善。无利率料可温和扩张。加上轻能储备具发展前景。 操作概念强。现价17倍预测市盈率。估值合理。建议于9.5港元吸纳。向上阻力位为12元。向下支持位为9元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